大家好 在今天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的天氣涼稍稍 雲層量偏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開個車 或坐個高鐵 到了中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可就是天氣晴朗 南北的溫差還滿大的 南部地區到了29度 北部地區中午高溫在22.6度 所以南北的溫差 明顯有將近7度的差距 這樣的天氣狀況來說 在明天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氣溫的部分 連北部地區都要明顯的上升了 不過我要特別提醒 這個週休假期 冷空氣開始要逐漸的增強了 所以要提醒你開始準備 把厚重的冬衣拿出來了 因為下個禮拜的溫度狀況 會更冷 我們就來解析一下 未來的一個禮拜 我們的溫度狀況跟天氣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了 先來注意到 禮拜四跟禮拜五 中午的高溫 都有機會到28度 連北部都有機會 你會感覺到好暖和 可是早晚的天氣涼 因為北部地區 在晚上的氣溫在19度 南部地區晚上的溫度在21度 晚上來說的話 這樣子日夜溫差 變得非常的明顯 天氣形態來說 是晴朗的兩天的時間 但是到了禮拜五的晚上 有點不同了 因為封面雲帶開始要接近了 接著禮拜六冷氣團開始下來 我們常說的 這個冷空氣有幾個定義 第一個 14度以上在台北側站 稱之為東北季風增強 14度以下到12度之間 我們稱之為冷氣團 但是到了12度到10度之間 稱之為強烈大陸冷氣團 10度以下稱之為寒流 然後在禮拜六到禮拜天 這兩天來說 北部的低溫在13度 所以我們稱之為冷氣團 週休假期冷氣團要有影響了 往北走 往東走有點雨 有些朋友想說 我假日要到高山 你如果去高山的話 太平山大概會有些霧松的狀況 何歡山 還有中部的那些山區 都是天氣晴朗 不要再擠到山上去了 只有晚上在那 有水的地方會結冰 因為都在零度以下 另外會有一些結霜的狀況 在植物上面 對於中南部的山區來說 全部都是好天氣 只有太平山上面 可能因為有一點點的霧氣關係 所以容易會有霧松的狀況 在六日的時候出現 但中南部的好天氣之下 溫度也降了 連南部晚上的低溫的部分 也都降到大約在15到16度之間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 溫降的幅度來說 在這個六日開始明顯第一波 禮拜一的時候氣溫上升了 我們稱之為東北季風 因為台北市晚上的氣溫14度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只上升一點點 天氣轉好了 但要注意 禮拜二的下午以後到晚上的時候 另外一波冷空氣下來 這一波冷空氣 在週三的時候 低溫的部分降到11度以下 所以週二開始溫降幅度明顯 週三的溫降幅度 甚至在週三晚上深夜到週四清晨 會達到今年我們入冬以來的 第一波寒流 將要接近到台灣上空了 所以要特別提醒呼籲的是 週三的時候溫度開始下降 週二溫度降 週三的時候穿著 一定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我們來看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 這張雲圖我們用的是 下午3點半的雲圖 因為這時候可見光雲層 還可以看得到 北部地區還是在東北風影響 你可以注意到整個風場來說 還是東北風 強度減弱 但是恆春半島的洛杉風 有達到7級的洛杉風在今天 但是中南部的溫度 今天中午的時候28 29 北部地區只有22度 因為受到東北風影響 可是你可以注意雲層 東半部有點雲 西半部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微星雲圖上看不太出來 因為最主要這雲層的高度比較低 溫度狀況來說沒有很低 所以相對的 在整個冷空氣的強度來說 雲帶的發展是偏少 北方的冷高壓 在高尾度地區正在東移當中 我們今天晚上的風場 開始變為偏東北東風進來 所以東半部地區雲多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朗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高壓系統正在東移當中 明天就往日本的方向走 所以我們在4跟5兩天 氣溫的部分來說是上升的 可是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看禮拜五晚上了 這張就禮拜五晚上的地面圖 西伯利亞冷高壓快速的 由北往南移動 封面雲帶大約過了 週五的深夜以後 就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冷空氣開始灌進台灣上空 這就是在未來一個禮拜的 第一波的冷氣團影響 下來了 在禮拜五下來 禮拜六的時候 冷空氣再往南移動 所以北部地區的溫度 降到13度 這個溫度狀況在6跟日的兩天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時間點的地面圖 下週二 下週二的時候 更強的冷高壓系統 這個高壓中心1052百帕 很強的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往南移動 帶下來的強冷空氣 週二的時候 溫降幅度明顯 週三的時候 整個冷高壓開始往南移動之後 甚至北部地區的溫度 就會在11度C以下 在週三以後 所以尤其到了週四的時候 甚至冷空氣的強度 有機會接近10度以下的低溫 在禮拜四的時候 所以要特別注意 下週二開始 溫降的幅度會變得特別的大 尤其天氣狀況來說 變得寒冷之時 長輩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要到了下禮拜五 整個高壓東移軸 溫度再上升 接著下一波 就會在聖誕節後之後 大概在12月26號之後 再接近我們台灣 我們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天氣涼 白天的溫度上升 北部地區天氣晴了 有沒有注意到 日夜溫差明顯 中部地區日夜溫差 有達到8度左右的溫差 南部地區是中午暖 早晚的天氣涼 明天恆春洛山風會減弱 東半部地區 有點地形降雨 在花蓮到台東 外島地區的溫度 晚上是偏涼 有點冷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 禮拜五晚上開始封面接近 週六週日冷氣團影響 週一氣溫上升 週二開始溫降 週三的溫度再下降 降到11度 甚至降到11度以下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第一個 早晚梁騎車要注意 清晨黃昏陽光牆 行車要注意